当前这场反对这一步瓜分国有资产的斗争正在深入 现在全国人民尤其是网友相当大的一部分都在动员起来 网上这方面的舆论很多反对的态度很坚决 对这场斗争的性质和背景也有了更深的认识 当前这场瓜分国有企业的狂潮 它的实质就是要颠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 挖掉共和国和人民群众的经济上的命根子 它的背景 从西华派本身来说实质上是保护他们的既得力 这些人在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当中 尤其是最近这些年卖国求荣侵吞了大量的人民财富 他们为了保护这些自己的财富 就不惜进一步来颠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 包涨中国 另外 还有一个重要背景 就是西方陷入了严重的资本主义危机 很可能是资本主义优史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美国为了转嫁这场危机 必然要搞乱中国 以便昆水摸雨 从国内外 两股敌对势力向勾结他们的战略意图来看 他们就是要在十八大之前搞乱中国 起码也要在十八大之前 通过瓜分国有企业 造成个基层事实 影响十八大的组织路线 政治路线 另外在无有之乡的无有之乡组织的讨论当中 有很多同志也提出了抓好当前这场斗争的一些具体的建议 你例如汪尔治同志提出 像涉及到国有企业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这样的变动 应该经过 全国人民在国大会讨论 苏底山等同志还提出 共产党员应该根据宪法和党章 对这些违宫的违反党章的言行 应该实行问责 我觉得这些建议都挺好 我们今天 围绕这个问题继续研讨 那就是要 怎么结合实际 更具体的更生动的来分析这场斗争的实质 这场斗争的背景和我们应对的 我们应该采取什么办法什么措施 来把这场斗争更好地开展起来 请大家多提建议 当然 其他有关的问题 例如 我们还会 会不会遇到 对西化派更大的挑战 我们怎么应对 更大的突发事件 大家为了这些问题 都可以 格树己见 长头一元 请大家 从大卫总统先发言 我就先说这些 对西化派更大